来自台中的一对大约60几岁的夫妻 他们搭着大巴士来到了荷欢山旅游 当旅游团前往荷欢仙山、石门山等地方登山之后 妻子突然发生了头昏、欲呕吐、呼吸困难、四肢无力等症状 先生看到妻子身体状况越来越不好 而同时是看到松雪楼扎门前有直勤的远警 赶快向警方求助 警方护报后经观察了曾姓妻子的状况后 发现疑似罹患急性高山症 请夫妻两人坐进巡逻车 请先生手拿氧气随身瓶给妻子吸用 之后巡逻车鸣敌警报一路往清静下山 并通知仁爱消防分队派遣救护车上山接驳 双方完成接驳后将曾姓夫妻送往埔里荣民医院急救 这时远警才发现曾姓夫妻已吸进了五只的氧气瓶 4到6月正值河湾不间盛开之际 从全国各地上海河湾山旅游的游客增多 只要游客出现头晕育偶受寒受冻或者是高原反应等情形 一定要立即向附近执行的远警求助 在山上执行的花莲南投保七第九大队 以及河湾山管理站领悟局的行餐员 会立即实施应对的救护SOP 来确保生命身体的安全以免衍生后续的并发症 经急救过后 乘七的身体已恢复正常 无生命危险 夫妻并致电荷荷所自卸远景 警方呼吁近期为荷荷山杜鹃盛开之际 越来越多游客从全国各地来到荷荷山赏花登山 警方呼吁上山的游客无论是出现晕车嘔吐 高原反应或是受寒受冻等不适的症状 一定要及时的救医 记者林杰秀林湘采访报道